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般在翻译这个地区的话 有时候翻译它叫次大陆 因为它虽然蛮大的 像我们要讲的老的古文明叫印度 它的国家的土地的面积算起来算蛮大的 所以一般的称呼在这整个区域的话 我们习惯称呼它叫做次大陆 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很大的一个老地区 因为它其实算是蛮新的路快 但是它因为这个国家算在整个文明里边 算是四大的文明 但也慢慢不见了 很多的文明当然会消失 因为现代的所谓的浪潮上来 印度像我们常常会提到印度印度 不过印度这个字翻译上就怪怪的 因为最早我们有翻译过叫做深毒 或是以前的教科书也有提到叫做天主 那深毒天主其实就是Hindu Hindu Hindu 深毒 那印度这个次大陆 其实它的土地的面积 有时候算起来算是百万 已经超过三百多万 这个所谓的平方公里 所以印度这个次大陆 其实是在一座非常长 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新折局的山脉 叫做西马拉雅山 在西马拉雅山以南一大片的半岛 那我们称呼这一块亚洲的 应该叫做亚洲大陆的一个向南的一个延伸 所以常常我们会提到 这个区域有时候用地理上来讲 我们常常会提到 它叫南亚在亚洲的南边 那如果东南亚 阿拉一定知道 东南亚我们各很熟 在亚洲或是在中国的东南边 就称为叫东南亚 那东北亚更不用讲了 就是东北的地方 所以南亚南亚这个地区 如果它的位置来讲 那应该是在次到以北 大概纬度来讲就是八度以上了 那当然它并不是算是在最北的地方 不过中间有卡着一个非常高的山脉 我们讲叫西马拉雅山 不过真正的印度它最高的山并没有靠得差 而是第二高 K2是靠在这个所谓的印度 那所以真正的这个顶尖的所谓的圣母坊 其实是在中国跟所谓的尼泊 它是交界的地方 那所以这个次大陆的其实除了以印度以外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那种比较小的国家 以前我们听过叫做巴基斯坦 那后来又分类了 把它整个拆开了 本来都属于叫做大的一个印度 所以从孟加拉出现 因为这个是宗教的问题 印度这个地方 就我们讲次大陆这个地方 当然最重要是这个所谓的印度教 但后来就进入了所谓的伊斯兰教 然后再加上源头有少数的 但是这种少数的宗教反而不见了 这个也是很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 各位想想看 一个宗教的发源地 结果在那个发源地 它没有存活 而且往外传 结果就在本土消失了 有两个很重要的宗教 一个叫我们讲犯基督教 耶稣在中东那个地方 我们讲在以色列这个地方 把这个教怎么样 拿了出来 或是传了出来 但结果地方不为重视 然后它就外传了 那在印度也是一样 印度当时在2500年前的时候 就是佛祖在现在的尼泊尔出生以后 但大部分的时间 还是在北印度那个地方 传所谓的传这个佛法 但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南传以后 这个宗教 就在伊斯兰进来以后 慢慢的也过于什么 激进了 当然现在有蛮多的所谓密宗的 从北部下来 但这个有算 应该算是部分的 所谓的一种政治的压力 它才下来的 所以并不是标准的一个 宗教的一个传递的一个路线 那所以在次大陆的 我们讲印度的这个次大陆的国家 就包括了所谓的 主要的印度这个国家 然后加上巴基斯坦 然后加上所谓的孟加拉 当然边边还有很小的国家 叫做布丹 后来在中间有一个国家 后来这个区域就被怎么样 病了 病在印度就包括西京 还有所谓的大基地 所以大概如果我们用一个路快来讲 大概有这些国家 不过如果再往下延伸一点点的话 那后边会有一个小国家 应该是早期从印度这边 能够离开的 这个叫做斯里兰卡 所以你看在这整个区域 如果我们用一个概念来讲 那这几个国家 其实如果我们用现在的经济的算法来讲 他们的GDP也不算高 不过因为印度 至少它是一个古文明的地方 非常故意的 那如果从早期的文明来讲 我们常常提到印度 那各位想到印度的话 第一个会想到说 这个国家很落后 但不一样了 它已经上来了 因为如果按照我们以前的讲法 这个地方是很糟糕的地方 就是说一个环境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要旅游的话 我们或是出国要去看 去看什么 要去看人家优秀的地方 要去看人家的优点 不是看人家脏的地方 所以在印度旅游 常常会有人问 就是说那个地方好不好玩 那旅游其实不是只有玩 有时候你要去体会 然后去看一看 所以到了印度那个地方 你会觉得 这个就是一个文明的地方 那印度它本身最早期的 这个所谓的宗教 是波罗门教 后来就分开了 有一点类似叫做改革 有一点像西方的宗教一样 就改革成新的一个系统 但是它分出了两个系统 一个叫佛教 一个叫做印度教 那真正的印度教 如果你现在到了印度的话 那其实他们百分之 我们讲用超过 用超过大概接近百分之八十的人 是属于印度教 那有百分之大概十四到十五的 是叫做伊斯兰教 那到了印度 你会觉得说 奇怪不是有印度教为主吗 怎么会这么多的伊斯兰教 其实伊斯兰教 它在印度 它有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就是包括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建筑 还有以前早期的那种建设 那当然也有所谓的基督徒 或是叫做基督教 那基督教它的传递 在印度大概在西北方 那个国亚那个地方 所以还有一个很少数的 从印度教这边 慢慢的延伸出来 一个叫西克 叫做西克 占了大概百分之 还不到百分之二 所以如果你用一个 宗教的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老国家的话 反而会比较有趣 但是因为它早期 在这个宗教的所谓的影响之下 那可能各位 对很多的这些 人的观点也好 文明的观点也好 会非常的不相容 尤其对这个神明的 这个拜拜的这个方式 或是对人的一种角度 这个后面 我们再跟各位 再补充一下 包括它对人 这个种姓的这个问题 所以印度现在上来了 印度现在 它的人口 其实已经大概要到13亿的人口 所以这么多的人口 然后其实印度人也很聪明 非常的聪明 所以常常我们会讲说 埃及人 那个是叫古文明 中国也是叫古文明 那印度也是古文明 埃及不见了 我们提过那个埃及 它不见了 这个文明已经完全不见了 那如果中国的话还在 但是你看 这个印度它的古文明 现在还延伸着很多那些传统 我们所看不到的 或是我们会想象不到的 所以像在这么多的 这个所谓的神明当中 他们每天就在这个地方过火 所以印度这个赤大陆 其实在整个人的生活当中 它的压力对我们来讲 是不可思议 非常不可思议 那像印度 因为它包括它的宗教复杂 它的人种复杂 所以包括它的语文也很复杂 那还好就在它独立之前 因为它在二次大战以后 就离开了英国 所以英国在当时候 在管制或是在所谓的占领的时候 对印度有一个很大的贡献 至少他们会讲英文 所以英文就变成 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官方的语文 那加上所谓的印度语 不过因为加上它的种族太复杂了 所以在印度的这个所谓的官方的语文里边 它有14种官方的语文 所以你各位就可以想想到来 这个国家多么有趣 虽然它的色彩很丰富 你看它的语文也这么的多 所以每一个地区它有所谓的不同的语文 不同的民主 然后当然宗教还是以所谓的印度教为主 那这个印度教因为它算起来 它的神也蛮多的 因为我们有提过 在印度教里边它有三个主要的神 因为三个主要的神它有化身 然后它又有老婆 老婆又有好几个化身 又有所谓的儿子 还有这些所谓的亲族关系 所以如果你想去认识印度的神的话 那非常的难 就跟希腊的神一样也很多 那不讲其实中国的 我们讲在我们早期的道教也好 或是在佛教的神佛也是一大堆的 所以很多的方式 我们要去认识次大陆的国家 所以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可以从不同的方向 然后慢慢去走入他们的 所谓的精神的领域当中 所以如果你想到一个很先进的国家 你要想很好玩的地方 这个地方我觉得不怎么好玩 但是如果你想要到看他们另外一面的文化 他们的文明 那当然这种感受就非常的强烈 尤其他们的神明也多 然后他们的节庆也多 那在宗教节庆里边 带着他们的文化的一个角度的话 那反而你到这个国家 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而且非常的exciting 我们讲很兴奋 因为它不是所谓的好不好玩 而是它是非常的刺激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现在能不能住在你 卻掉中全身 因为你也是 现在你也是 Sales呜 亲maties 刀还 疯 级别 现在你也是 Zither Harp تیرا میرا رشتہ ہے کیسا ایک پل دور گوارا نہیں تیرے لیے ہر روز ہے جیتے تجھ کو دیا میرا وقت سبھی کوئی لمحہ میرا نہ ہو تیرے بنا ہر سانس پنام تیرا کیونکہ تم ہی ہو اب تم ہی ہو زندگی اب تم ہی ہو چین بھی میرا درد بھی میری آشکی اب تم ہی ہ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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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تیرے لیے ہی جیاں میں خود کو جو یوں دے دیا ہے تیری وفا نے مجھ کو سنبھالا سارے غموں کو دل سے نکالا تیرے ساتھ میرا ہے نصیب جھوڑا تجھے پا کے دھورا نہ رہا کیونکہ تم ہی ہو اب تم ہی ہو زندگی اب تم ہی ہو چین بھی میرا درد بھی میری آشکی اب تم ہی ہو زندگی اب تم ہی ہو چین بھی میرا درد بھی میری آشکی اب تم ہی ہو درد بھی میری آشکی اب تم ہی ہو زندگی اب تم ہی ہو زندگی اب تم ہی ہو چین بھی میری آشکی اب تم ہی ہو